我们从刚刚的活动当中 可以看到小朋友在学习 这个农夫弯腰收割稻米的农村生活 不过促成整个活动最大的工程 还是莫过于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他带着聚工妈妈 要一起把这个一二十年来的农耕经验传承 也成为社区营造当中重要的一款 在大马路边教小朋友晒骨子的用意 这位打着赤脚笑容可觉的欧姬桑 就是林园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黄蒙松 两年前因为想要推广农村生活 特别争取农委会补助 办理国小学童重道体验营活动 没想到火受欢迎 一分半的稻田成为孩子们 体验农忙的生活课程教室 这个堂这区域可以说 从三月七十到现在六月三十 我一百十一天 普通的地方 让他一百公斑八天就会修行 这样借口比较慢了 我先到过来就说 可以说这可能人生的第一次 因为现在要看到 这个人工来报地方 来修行 可以说对人来说 有可能一遥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自己从小就要帮忙家里务农 有二十多年种田经验的黄蒙松 透过农村体验活动 希望传给下一代的是 知福 习福的观念 最主要的目的 在这个过程就是 要有我们的小朋友 可以来人生就说 这种族修行不简单 可以用成爱物修物的精神 尤其我们中国文化美食文化 这个过程就教人来做美台湾 一些法国 一些花贵的经验我会让他们体验到 随着市区都市化发展 现在农村绿油油的稻田 已经越来越少见 林园社区在这片市区里的稻田 功能不只是丰收之后 进股仓的米粒 还肩负有下一代 对这片乡土产业的情怀 大风松业 南台湾最近的天气真的是热到暴 让人简直是大呼受不了了 不过高雄市有一家知名的大型游乐场 就发明了个活动 而且还是砸了上千万元 最重要的是结合比基尼辣妹 所以前往玩这个活动的民政 不只可以让身体清凉一下 眼睛也可以大吃冰淇淋 比基尼辣妹穿着清凉 尽情舞动身躯 才一会功夫 每个人手拿一支水枪 开始跟游客展开对战 辣妹水枪齐发 游客也不甘示弱 拼命发射水柱 就连小朋友也加入战局 枪林淡雨当中 拉妹插脸花龙失色 狼狈不堪 很恐怖 真的是太夸张 你看我的脸 整个变成 金冠脸上的妆都快花了 但每个人表情可是开心不已 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 游乐园业者就是看准 惊吓酷暑 投资上千万元打造水泡城 将古希腊战场搬到游乐园来 把火炮换成水柱 让陆园游客全身湿透 暑气全消 好不好玩 妹妹 好玩 姐姐呢 姐姐好不好玩 我们投资了千万 建制了水炮弹 结合正妹兵团 跟七十位国内外的演员 在我们的火山广场 演出水战特洛伊 让我们的游客 可以在炎炎夏日 享受清凉的体验 另外呢 也可以来体会水战特洛伊的乐趣 那我们的正面兵团 是透过网路票选 经过激烈的票选活动呢 选出了四位 相当美丽又大方的 这个年轻辣妹 来参与我们的水战特洛伊的活动 我们的游客家长 可以带着他的小朋友 亲子全家一起来 游乐园业者脑筋动的快 希望陆园游客全身透清凉 就连眼睛也可以大吃冰淇淋 或许可以成为今年暑假 对抗酷暑的新玩法 港路新闻王思武 郑锦宏 采访报导 高雄市的博爱国小 在今天上午呢 响应了一场活动 那就是二手玩具的回收 而整个活动呢 最主要呢 就是要捐给儿福中心 这个书籍以及玩具 而这个活动呢 让小朋友都觉得 相当的有意义 最后呢 这个儿福中心 当然也表示了 会把这些玩具呢 集合起来 做成一个资源室 来让小朋友使用 下车只见 每个小朋友捧着大纸箱 里头全是过去 爱不释手的玩具和书籍 这回他们要发挥爱心 把这些宝贝 全捐给儿福中心 你捐出去 你们会有新玩具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玩具捐出去 这样子 你可以 心里也可以 会很开心 你捐了哪些东西 我捐了书 还有一些 积木玩具 就在市长带领下 小朋友一个接着一个 将玩具书籍 亲手交给儿福中心的 工作人员 里头不但有 几乎全新的玩具 也有小朋友 最爱看的巧虎书籍 这群不爱 国小学生 愿意割爱 让更多的小朋友使用 就连老师都很感动 那因为刚好 在网路上 看到儿福中心 有二手图书 跟玩具的捐赠活动 所以就跟小朋友提 那小朋友听到这个消息 回去就跟家长建议 那我们就只有 这一两天的时间 就有非常多的家长 把家里小朋友 之前用过的书 跟玩具 一起拿到学校 然后经过同学整理以后 才今天就是成行之前 顺便一起拿过 就是希望 二手玩具和书籍 能够互相流通 让其他小朋友 也能拥有丰富的 童年生活 儿福中心决定成立 玩具资源室 果然获得不少回响 送来我们儿福中心 我们儿福中心 现在正在规划 儿童玩具资源室 现在募集 学龄前的玩具跟图书 未来 在收集完 大家玩具之后 我们整理之后 要在我们儿福中心 使用及外界 所以我们欢迎 现在如果小朋友 已经长大了 然后玩具又 又觉得可惜 然后完整度还够的玩具 来送来我们儿福中心 目前玩具是还在装潢当中 而有了像不爱国小 这些小朋友的爱心 未来儿福中心的玩具 图书室 绝对会让更多孩子们 流连忘返 港独新闻王四五 郑锦红 采访报道 明天日子好不好 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小细节 以及明天的天气是如何呢 透过高雄都会气象台 来一块关心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 晴午后多云 气温29到34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 晴午后短暂雷震雨 气温27到34度 台北基隆北海岸桃竹苗地区 晴午后短暂雷震雨 气温27到35度 宜兰花连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 多云时期气温27到34度 此外县指数的部分 北部中部南部和东部地区 都是危险级 以上资讯提供给您做参考 以上是6月30号的港独新闻 我是吴之宇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顺心平安 我们明安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